早前,TVB人气是帝马国明,终于事项拍脱了三年的小花女友汤洛文求婚成功,二人自从公布恋情以来,可以说是一直受到网友们的关注以及催婚,如今也终于是迎来了大家所期待的这个好消息。 不过在说到马国明感情上的发展时,相信网友们对此也是不陌生的,特别是在马国明的上一段恋情中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。 当年前任黄欣颖与许志安的安心偷食事件,可以说是至今都令人难忘,不过时隔这么长时间,当时的当事人也已经是选择展开新生活。 所以在早前,黄欣颖还更是自废出MV,似乎是想一雪前耻,为付出铺路,可惜的是,很多网友对此是感到非常反感的。 而至于被黄欣颖伤害过的马国明,他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也是罕见重提了这段情史。 同时他也是大方祝福前任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。 在采访中,马国明就表示自己当时在得知这件事的时候,开始是感到有些气愤的,因为当时他与黄欣颖高调任爱,但没想到的是,换来被对方戴绿帽。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,同时在那个阶段,各种各样的舆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袭来,这对当事人马国明来说是很大的压力。 最后这段恋情正式告吹,不过马国明被戴绿帽之后,还开枪维护出轨的黄欣颖,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心痛,当时也有不少网友是很替马国明感到不值的。 而时隔至今,马国明仍然还是以温柔的态度去祝福对方,并表示这件事已经过去,自己也已经从阴霾中走了出来。 马国明表示,回想起来这件事其实真的没有什么,好小事而已,都不是一件大事,对我来说,那段时间我要开工都没什么事,都是正常这样过。 随着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,不用半年就放下了,其实我之前访问也有讲,开始是有些生气的,但好快就没了,反而是担心多一点。 至于说到如今黄欣颖推出MV,有意借此复出时,马国明也是表示非常希望对方可以成功,也支持他的复出。 因为如今的马国明对于这件事,他也是早已释怀了,现在对对方也是完全没有怨恨,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 并且如今在感情上,马国明已经成功向汤洛文求婚成功,二人离步入婚姻的殿堂,也就一步之隔。 所以现实在过多谈及到过去的这件事,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 而再说到马国明与汤洛文二人,自从求婚成功后,二人也正式开始同居生活,二人如今的状态就像是一对新婚夫妻一样。 二人每天都会见面,并且汤洛文也会在家中煮好饭菜等待马国明回家,可以说是简单又浪漫呀。 同时对于二人的计划,马国明就表示二人有共识生两个小朋友,并且婚后实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。 由此看来,二人对于未来也早已是有了自己的规划,接下来就只是差见证二人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已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